因为一波他其实结束录演 他马上就要去进组 去他新的工作 有一天他就说 其实我想在进组之前 我想再去影院去看一场 因为他其实是大连初一 我们在上海 我们是一起看了一遍 然后初五初六尾声的时候 他说我想再去看一场 我说好啊 我陪你去 然后我们就 反正在某个城市吧 就去查那个票 结果查到的有一场 还剩了一场是夜里一点半的 然后我们也是有点梦圈 那一波问我说 导演咱去吗 我也想了想 我说那要不还是去吧 咱们就当多拍了一场夜戏 或者咱俩就当体验一下 咱这个影币在线的 这种早出晚归的生活 当然这是我是当趣事来说的 我不是在抱怨 也没有别的意思 因为您刚才说到排片的问题 我想到最近的这些 继续